彭麗媛雖然不在政治局 但是地位之高 尤其是習近平身體不適的時候 都高到令人吃驚的 習近平一有事 夫人就出來一虎當關 你們的萬豪莫迪 全部蔡奇這些都要聽他說 因為他就是看著習近平 習近平代他行使權力 自不尋常必有妖 有妖就是說習近平可能是有出來 不過他會不會說話或者樣子 某些地方不是正正常常的 一個人是原廠的照片或者是影片 現在有一個很出名的女美作家叫吳作萊 就近日就在X 以前的推特就發文發出一個文章 今天很詳細說中南海內幕說明是內幕 就是說傳聞不是官方的東西 就說出所知道現在習近平的身子的確是出了毛病 健康有毛病 不得只還成立了一些健康 習近平健康專案小組之類的東西來看著他 而他組長就是他老婆范麗媛 我們都要看看這個一問一答的方式都值得給大家參考的 不過先此聲明 這些是傳聞 不過在大陸的社會 犯起謠言 都是遙遙領先的議員 現在這些未必是謠言 但可能綜合了很多不同來路不同路數的消息 先問習近平在三中全會是否出了狀況 答案就是是 身體嚴重不捨 直接離開會場 之後可以解釋了7月15日星期一 三中全會第一天 習近平有照片 有照片播出來 但是接著那三天 星期二、三、四 全部沒有照片流出來 也都沒有任何消息 好像沒有開會那樣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 不知道是不是習近平一身不舒適 第一天不舒適之後就沒有開會 或者開會就全部被蓋成密一密 那現在這個傳聞就說是嚴重不適 出了狀況 一開會就直接離開了會場 那之後沒有發生的了 第二去哪裡啊 不是在301 不是北京 不是301解放軍醫院 而是在戰時首長的醫護中心 那聽到 啊 打仗啊 有戰時首長 那就是中共為了隨時準備 在這個和蘇聯冷戰和蘇聯交惡那時候 記不記得當時有深滑洞局廣積糧啊 隨時會和蘇修作戰那樣的款 所以當時呢 就建了很多山洞啊 雕堡 那原來在北京有個戰時首長醫護中心 那習近平既然又不舒服 他又喜歡神癮 所以在病中呢 對救災啊這些 都點頭做了一些指示 或者說他口說或者是寫筆寫 或者有人傳話出來 然後就去執行 那現在情況就是這樣的 在大陸的各種事態呢 主要是金融經濟方面 現在死了火 也都沒有什麼良方 習近平都沒有應對的措施 所以就被各部門自行處理 只是壓住 只要不要出亂子 總算完成任務 所以你看到最近 習近平在那些官媒的樣子 或者他那些新聞呢 過去那星期呢 是大幅度減少 反而李強啊 其他那些政治局常委啊 那些 那些普總理啊 那些就頻頻出 那就是要找人做事的 不能夠說習近平不舒服 大家就跪下的嘛 那你們都收人工都要做事的 所以大家看到 李強出了啊 頭版啊 習近平不是天天出的嗎 還要一天一個頭版呢 可能他有七八篇文章都是他的 哇 現在一篇都沒有 他就覺得很奇怪了 就是因為板差太大 但是現在就說他健康有事 那經濟金融那些東西 李強你先頂著當 所以李強就是幫他先撐著 那有個問題就說 習近平難道最後會出大事嗎 會出大動亂嗎 那這個所謂中南海傳聞就說 嘿 他很喜歡戰時狀態啊 最近不見了他 又把那些老兵召回來 可以減少民間的就是老兵 就是他們老兵經常都要 他們退休之後的福利呢 就是中共很多時候都會用完職器 那老兵最近的 那些退休老兵或者退休老兵 就很多要維權的 那現在就要跟老兵聊天 又可以增加一些有生力量 召回那些老兵 就是一方面跟他們維權 一方面呢 就是軍組裏面補充一些新血 就是把老兵重新再進入役 那就是為了避戰 甚至萬一出了動亂內戰 召多些老兵回來都可以防下 而到時候真的要急用的時候 這些始終都是軍人 退了役 召回他們 那就可以頂一下 那有一個問 現在習近平只是過問國際大使嗎? 是不是不理會國內 經濟交給李強 找他們來到時候有什麼事 找他們來什麼 他答案就是 國際大使呢 很多都安排好的 這次接待意大利總理梅洛尼 和一個賭國的東帝民的領導人 都是事先安排了 他都喜歡做的 那所以呢 那他就出來了 那在中東和俄國的問題 就是盡量就跟美國方面 或者跟歐盟方面有些對話 所以你看到他突然間召了 這個烏克蘭的外長來廣州 王毅和他見面 他就說習近平是吃了藥 那都可以頂得下 就是有一個傳聞 在這個吳索萊沒有說的 就說習近平第一天就是開院會 就那個嘴角呢 就突然間好像中風那樣 就是講不到話 那不知道是神經系統有事 或者其他有事 那他吃了一天呢 都可以說舒緩了 都算奇蹟 那說習近平 這裏不作例的消息就說 他在後果圍棋的 他將一帶一路 就當成一條長龍 就是圍棋帶子圍著來抓 那在中東和俄國做了幾個眼 在印度和南中國海周邊國家 就以製造劫財 不斷打劫 看看菲律賓那裏就知道了 國大影響力 那這些都是他的愛好 那至於有什麽好處 那有什麽效果 他自己都不知道的 因為他是走不下來 那張維圍那些國師天天 都在習近平當面 甚至他喜歡指點人類命運 那些這樣的幻想 那張維圍就滿足他 那些大粉紅 就聽了這些話 那有個問題 他說現在各種不正常 《軍報》又發文章 又反個人崇拜 反對個人說了算 要集體領導 《人民日報》在各大網站 也都很少出閘的名字 《三中全會》之後 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變化啊 那這個回答呢 當然是中南海的傳聞 嘿 現在各種不正常的一種情況 都是因為會議 《三中全會》第一天出了事有關的 中央就承諾了緊急應對小組 小組組長就是他的夫人彭麗媛 而蔡奇、黃滬寧、李強 這三兜友就是參與重大決策 三人協議 最後由彭、夫人、白板 相當於彭有兩票 就是他自己的票和習近平的票 其他人就有三票 那彭麗媛就是非常照顧習近平的 很心痛 看到他不舒服 很多人對習的吹捧就是彭麗媛這樣說 他很反感的 所以習近平在醫院 就是在那個叫做戰士首長醫護中心那裡的時候 他不說話 特別是第一天的時候 彭麗媛就明確告訴幾個常委和有關部門 不要再過多去宣傳習近平 因為這個不單只是習近平的想法 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 習近平的母親齊心 都看到這個國家出了嚴重問題 習近平面臨一個高壓 就是外面反他的心很大 反他的聲音很強 如果過多個人宣傳 就會引起整個社會巨大的反感 所以彭麗媛就叫下面 麻煩你降溫 習近平的個人宣傳降溫 所以就出現了報紙上 一些官媒上 習近平的聲音突然間好像靜下來 好像靜到沒有影子一樣 另一個問題就是說 蔡奇的位置應該高於李強的 什麼解釋呢? 李強就是國務院總理 蔡奇 只不過是大管家而已 這個答案就說 是 主要是互相牽制的 習近平的那些屎曲來的 彭麗媛是一個教授 王滬寧就是教授 但是王滬寧是復旦那邊的教授 所以彭麗媛就更加相信王滬寧 各位王滬寧心思熟慮過的 習近平都多數接受 現在有些決斷 就是說習近平和彭麗媛的決斷 都和王滬寧有關 而蔡奇呢 蔡奇就是習近平的死忠 真是大管家 而李強呢 就是一些忠犬 講句別聽說是開門狗 木羊犬 這些人格 現在習近平不論發聲的時候 這些人就變成了 沒有老人只會聽指令而已 就不會有自己主見 所以彭麗媛就主持大局的了 代謝習近平 有個問題就說 彭麗媛都沒有進入政治局 三中全會之後 居然有這麼高的地位 外邊的人都沒有想到 答案就說 你發佈習近平在延安軍政會議上的講話裡面 就講過很清楚了 很多人當時還在討論 彭麗媛要進入政治局 他們就將這個消息內部講話 就當文字當作文學作品 其實這個延安軍政會議上的講話 不是文學作品 是習近平當時的講話 都說彭麗媛既然是教授 又有軍中的經歷 又是習夫人 他對於三個常委 是有威力的 也有影響力的 現在習的身體時好時壞 情緒非常不穩定 盡可能就不要再宣傳習近平 也緊急應對小組的共識 所以彭麗媛在這方面就很大權 因為習近平不妥 健康 一個問題就是 你們就這樣拖著 這樣來打拉布 你不擔心出現大變局嗎? 答案就說 沒有一個力量 現在中共可以獨立運作 除了習近平 因為他有病了 劉原、劉亞洲他們現在都軟禁或者囚禁 在整個中南海 以至到高層的人都是互相 大家就撐著對方 好像從臨中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平衡狀態 國際社會就看不清的 你們這些海外的反賊 Sorry 也都沒有力量 這些反賊就只不過說 只有海外強大的力量聯合國際社會 才可能使中共出現大變局 Lucy 這個就是吳作萊 沒事 吳作萊那個X那個推文 是一些重點來的 彭麗媛雖然不在政治局 但是地位之高 尤其是習近平身體不適的時候 都高到令人吃驚的 當然他也會借助王滬寧 也是教授 他自己也在軍中管人事 所以在現在習近平病了之後 他的健康應急小組裡面 彭麗媛在李強啊 蔡奇啊 王滬寧他們應該就是 彭麗媛就擒天一處的了 就是話了事的了 基本上這個是少有中共 除了毛澤東時代出現過夫人政治 當時是江青啦 是文革小組的組長 即是副組長啦 彭麗媛現在就是再重新重複著 毛澤東夫人 現在變成習近平夫人 習近平一有事呢 夫人就出來一虎當關 你們這些萬豪莫迪啊 這些全部蔡奇這些都要聽他說 因為他就是看著習近平 就是習近平的 就是代他行使權力 所以雖然這樣的局面呢 是很奇特的 有官銜那些人就做不了事 沒有真正官銜的彭麗媛 現在就做了習近平 他局多裁的權力 那這個就是中共這種這樣的體制 那種這樣的畸形的狀況 就出現了 一個一尊健康一有事 大家就看著他夫人了 如果夫人有事 大家就看著 誰是有軍中或者是有警隊 警政的力量就會出來主持大局 但是現在的軍權都是在習近平手上 所以其他軍隊的勢力 或者是軍警啊 公安啊 其他的任何 又抓住那些人呢 基本上都做不到任何事情 為什麼呢 中共呢 解放軍呢 是武器 槍枝 和子彈是分開了的 平時呢 是不可能兩個東西合起來的 所以你有一支槍 是沒有子彈的 你有火箭 就是可能有火箭 但是你沒有發射的權 這個就是中共預防的那些軍人造反 是槍和火藥是分家的 是要軍委 軍委 就是最高的那個軍委就是習近平 就是三軍統帥 他法後司令 那些槍和火藥才可以合謀 才可以出擊 所以你說是很安全 但是其實都很為論盡 但是如果要打仗呢 是不是那個法後司令的系統 就很廢時失事 但是獨裁國家 以作這樣的情況 健康出了問題 就當時整個國家就好像 剛才吳作露說了 全部都無腦之仁 不敢作主啊 因為你作主人 人家就知道 習近平就知道 哇 你原來這麼多主義 其心必義 那他健康好的時候 你甚至他給習近平呢 給他 鞠躲你的 這個情況 都是新消息啦 現在就出了健康小組 專責小組 這個也都是 看來都是 習近平的健康是 短期內 不容易 全面 就是走出來 就是很自由地 和主持會議 或者去公眾見面 或者甚至去外省啊 其他城市去做一些roll show 估計不容許他這樣做 應該說7月15號 三中全會 那個星期一開會之後 習近平就正式好像神隱 但是中間又在20號呢 就是三中全會結束之後 去越南駐華大使館 跳宴 剛剛死了的月共總書記 這個院副重 那個樣貌啊 還有官媒播出來的那些片 就是很多疑點啦 被人看到那些地下 又標示了一些藍點啊 那些符號啊 很怪胎啊 在人家的領事館那裡 為什麼地下會有一些站位的符號 就好像 就好像在港台上面呢 打了一些十字 給那些演出者 到時候不要走錯位啊 就是要 就是扔掉那些位 到時候就要站正在那裡 就是被人感覺到 會不會有第一條替身之嫌 會不會有某些說話 用了AI 就是一些人工智能 因為現在中共開發AI 都不是小疑科的 都有自己那個板斧 就是這些疑點來的 然後跟著呢 就有那個東蒂文的總統奧爾塔尼訪華 他也都有跟奧爾塔見面 然後就那天同一天下午 也都有意大利總理梅樂利 也都跟他有開會面之宜 也都開會啦 就是兩邊官員 都被人感覺到 好像 咦 沒事啊 但是眼裡的大陸網友 甚至海外的網友 又發現官媒播出來的片 撤換了 很怪胎 最難明的就是跟梅樂利 開會的時候 習近平說話呢 配了一些輕音樂的背景音樂 大家都知道呢 從來播新聞片 正式的新聞片 看見規矩是不能夠自己加音樂下去的 是原地有就有 原裝有就有 如果沒有的話就只能夠 對著那個麥克風 有什麼聲就收什麼聲 為什麼央視這麼專業的媒體 會加一些背景音樂下去 而那些背景音樂 顯然又被人感覺到想遮過一些 就是要麼就是背景聲 真是所謂的背景聲 第二會不會有些AI的配音 不想被人穿崩聽到 所以這種這樣的 同梅樂利的背面 習近平說話的時候 你背了一些輕音樂上去 這個不尋常